美众议长给中国泼脏水 中国占尽了美国的便宜 还说要用一切手段对付中国 路透视报道 美国众议长约翰逊 8号在参加一场保守党的活动时 发表了一段抗中演讲 在演讲中 他扬言中国是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 还说中国占尽了美国经济制度的便宜 所以美国必须集中所有力量 用一切手段来对付中国 比如制裁中国军工企业 限制对华投资 收紧对中国进口商品小额豁免规则等 另外他还说 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 甚至古巴等国 组成了一个威胁美国的轴心 一旦共和党赢得了这次大选 就会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立法措施 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 巧的是差不多时间 英国前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也说 中俄一是新的中心国 甚至比二战使纳粹更危险 英国是美国的传绳统 不用说这又是美国的意思 当然约翰逊还照例讽刺了一下拜登 在辩论时表现太差 还有民主党软弱无能 要是共和党在任上 就绝不会这样 约翰逊的目的无非是为了11月的大选 还有给自己刷刷存在感 选票挣着嘛 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咱们翻翻就账 近几十年来 美国靠着军事经济科技等霸权 没少从其他国家身上捞好处 吸各国的血 有敢不答应的国家 美国马上就飞机大炮一击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这些机构的背后 不都是美国的影子吗 还有那些国际贸易规则 哪条不是美国说了算 更别提那些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 赚的是盆满钵满 还不忘回美国本土享受低税率的优惠 再瞧瞧科技领域 美国的高科技封锁 顺畅逆亡 知识产权避雷高度 其他国家想分一杯更多难 要说占尽它过便宜 美国才是这方面的冠军 而中国讲究的一直都是互利共赢 中美从基本没有贸易合作 到如今美国想脱钩也脱不了 要是美国没占到便宜 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局面 但现在美国半点不提自己 却反过来指责中国 双标的嘴脸顿时暴露无疑 这其实也说明了 如今的美国早已经容不下理性的声音 而因为不能客观认识中美关系 更不能接受中国崛起 美国这会更加激烈的遏制中国 中美之间的各种战将会成为新的常态 要说既然美国口口声声讲 中国占尽了美国制度的便宜 那美国干脆赶紧学习中国制度好了 这样一来不就不用被中国占便宜了吗 说不定还能反过来占中国便宜呢 我想中国是很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的 但美国会吗 说白了美国现在就是拿中国没办法 所以只能用给中国泼脏水这种招数 给自己找找心理安慰罢了 中美之间的较量胜负早已经可以看见了 正所谓美直中国战利明 双标话语显虚惊 欲求胜算学华智 傲慢山巅梦义行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添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